五行缺什么呀 太难了我真不会 那我给你一个提示 老罗家的鱼缸里咬的什么呀 鱼 昨天你跟哥哥看的西游记里面 那个随武功的耳朵里放了什么呀 定海先生 你再看这个 这个是前几天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爸送给我的 从哪里买的 皮发市场 什么颜色的黄色 什么牌子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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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啊 铁做的 不管我的事啊 哎呦什么 哎呦瞧 这个你会吗 你会吗 我不会 我会你信不 我不信 我觉得没人能会 我要是能做出来 你给我一百 做不出来 我给你一百 行 我看你怎么做 这个题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 你听好了啊 你会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拳压 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十六七八 哈哈哈哈 那那第二种呢 200 给给给 陈陈 你知道范冰冰是谁吗 一个明星 你觉得我跟她谁更漂亮 她还用说吗 你是我妈 范冰冰是外人 所以呢 她漂亮 才不能被我说外人不好 你当我傻是吗 傻不傻你自己清楚 你能帮我把那杯水拿过来吗 你说亲爱的母亲大人请喝水 亲爱的母亲大人请喝水 你说亲爱的母亲大人求求你请喝水 要不我给你喝一个吧 有人 亲爱的母亲大人求求你说句人话吧 你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晴晴 我忘记问你了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哭啊 梦见什么了 哦 我梦见我爸又结婚了 那不挺好吗 给你找个新码 应该高兴才对啊 哭啥 可是 他掀开盖头的时候 还是你 来来你过来 你要跟大家说什么来着 我告诉你们 由谁也不许再说我妈 智商不够用 说话不好听 再个也就跟文化人了啊 谁要再说 我臭他嘴巴的 我先冲回镜了 哎 还有你吗 哈哈哈哈 你是哪个国家的人 中国 中国的全称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首都在哪里 北京 中国的人口有多少 14亿人 中国建国哪一年 1949年 国旗的全称是什么 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的红色代表什么 革命 红旗上有几颗星星 五颗 红旗上的大星代表什么 中国共产党 四颗小星代表什么 人民群众 五星采用黄色代表什么 我们是黄种人 对中国人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作为一名新世纪的中国人 我更加骄傲 因为我知道 在无数鲜悲的努力下 苦难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祖国的明天也同样期待着我们去建设 我相信 我们伟大母亲的明天 你会更好 中国加油 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 我现在还小 我要好好吃饭 继续她长大 我还要好好学习 将来是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还要学废语 却服到他们的国家 成为他们的首相 把属于中国人夺回来 我的规划怎么一样 牛 我只要去老老家 你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要求老老家 你想你妈妈 第二次就行我 不行 今天是中秋节 为什么中秋节 为你去学学家 因为你姓宋不姓安 哈哈哈 我改姓 改姓也不行 拿的什么 我想 对了 给买回来了 买了这么多啊 不多啊 十三块钱的 去个零呗 行 啊 啊 十块钱的 十块钱的 啊 我就要这个零 有人 给三块 哈哈 哈哈 晴晴 你老师打电话说 全班都睡 我觉就你不睡 不睡就算了 你为什么还不让别的同学睡 我们是去上学的 不是去睡觉的 我还告诉小朋友们 你们的爸妈交学费 容易吗 有人 你就这样 爸爸他们吗 然后他们都不睡了 哎呀 先不说了 我肚子不舒服 啊 拉肚子了吗 习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是不能吃的 来过来把这药喝了 太苦了 我不喝 中国有句老话说 良药苦口 老话还说 口啥不能苦孩子呢 你咋还教训我呢 哼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就是再笨也不能笨到 连这种题都不会做吧 前面两个人后面两个人中间两个人 他不就是六个人吗 哈哈 怎么就是四个人了 还说我笨 也不知道咱俩神笨 说你笨还不承认 我又没做错 为什么要承认 对应是吧 好你来给我解释一下 他怎么就是四个人了 叮叮叮 前面两个人 后面两个人 中间两个人 你或是几个 哈哈哈哈 四 四个 这核桃也没见你少吃啊 这脑子 怎么还是天天不够用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